哈喽 现场的老师们大家好 我是谭尖刺 因为此时此刻我还在剧组拍戏 非常的遗憾 今天我不能到达现场 跟大家一起聚会了 本来今天是要跟紫棋一起合唱的 我真的特别遗憾 不过呢我已经拜托了导演组 帮我把我的礼物送到了 座位背后 有个袋子在那儿 哇 这是 谁的礼物 哇 哇 这是一盆绿植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这是 这是一个雪片帘 雪片帘 哦 雪片帘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是一个 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它长得太像我 MV里边的一个雪片帘 哦 我陪你学迷风的 自由在你的镜头 真的 你的新专辑非常非常的好听 每天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我其实都会单曲循环的 尤其是那一首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非常喜欢 我很喜欢这首 在这里也要祝你的新专辑大蛮 家人 他又一次抛弃我 他上次是什么 本来是这样的 我发了一张新专辑 为了让大家听呢 我就去写了一个十四集的MV剧本 因为我很怕伤 我超级色恐 所以我如果跟我不认识的人去演谈恋爱 我真的 我不行 所以 所以我就在想 我去找谁 找个我认识的人 然后熟一点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剑刺 剑刺 是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他很会演 这一次 这一次 我邀请剑刺来当我的男主角 对 但是呢 当时开拍了之后呢 就因为疫情 然后突然拍到一半 我们集体要 待在家里 然后他就回不来了 我当时就 发给他一首歌 就是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我就说你走吧 然后我就很伤心 我当时是在微博热搜上面 看到剑刺的名字 我都会心痛 心痛的那种 你就觉得好像失恋的感觉 今天又一次让你失恋了 结果他又不来 里面那个信封礼是什么呢 他的道歉信吗 他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胆子很大 我觉得 我想说 你除了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以外 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开的人 哈哈哈哈 那你就要自己唱了 对 太好了 我们也想听你唱 有请邓紫棋带来 惊奇演唱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期待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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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留不住白愁 别担心我 别担心我 就当做路过 我要你 我��小小小小小小小 是你的小米人 我要你 要你 要你快乐 即使要我一个人 可我想你为何带着泪光 而你为何没发现 我笑着你也哭着 却没有选择 我不是第一个受伤的人 也不为是最破碎的灵魂 不舍爱奔着盖骨山的走 别担心我就一笑带过 我微笑笑笑笑笑啊 我是你的小美人 我要你要你要你快乐 你即使要我一个人 可我想你为何带着泪光 而你为何没发现 我笑着你也哭着 却都是真的 我微笑着你也哭着你也哭着你了 我微笑着你也哭着你了 在依旧的热门 变成熟你的心 把剪刀给你 你也留给自己 好好听 超级好听 我甭不说别的 我觉得紫棋的这个音乐表现力 那种张力太强了 真的是太强了 谢谢 前面的那个气氛的唱腔的唱法 然后再接到后面那个整个高音这样 张力感十足 这首歌里面应该有故事吧 对啊 这个故事感好重 我每次练习的时候都会哭这首歌 对 其实我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离别的人 我每次唱的时候 无论是我想到跟我一起工作的伙伴 曾经很熟悉的人 然后他们离开了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 都不可能有一个人是永远不离开的 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 所以当时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 这样那个龚崎俊写过一段话嘛 说人生就是一辆开往死亡的列车 有人上来有人下去 不可能每个人陪你到终点站 但每个人下去的时候 你都要跟他归手告别 表示感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专件是弹 弹剑刺的遗憾 唱片大麦 大麦大麦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完成00年代 惊奇猜歌挑战 听前奏猜歌 率先答对两首 即刻请出自己的时光点唱人 杜哥这个 这个可以 总会轮到 周深快过去 来 我一直得罪阿杜老师 东梁已经都流泪了 你看东梁我帮你 谢谢京哥 我们真的不行